《大陸火速封殺金曲獎》 內地拒收斷工房 不准破產慘過破產 銀行由賴賬 女時取不出亡夫13萬存款 心中通道大塞車 罪魁禍首到底是誰? 小粉紅罵台灣歌手 大陸火速封殺金曲獎 大家好,歡迎來到《社會多眠體》,我是榮恩 近期香港破產情請數字創下兩年新高 但與內地相比這似乎還不是最高的情況 讓我們一齊來看看這兩地的現狀 以及背後隱藏的社會問題 首先,來看香港的情況 今年5月,香港個人破產情請達871宗 比去年同期增加35% 經濟學家分析 這與資產貶值和財富管理有關 特別是那些在高位買入房產 或過度投機的人 除了樓市匯落 可能面臨至今年斷裂的風險 雖然現在的數字看上來很高 但與2003年5月創下的2311宗紀錄相比 還有一定距離 當時香港經濟剛經歷亞洲金融風暴 又遭遇SARS疫情 情況更為嚴峻 再看內地的情況 內地似乎出現了一個與香港相反的現象 銀行開始拒收斷工房 這意味著 即使房主連續三個月以上無法還貸 銀行也不會立即收回抵押物業 相反,銀行會與斷工者協商 允許他們降低75%的月工為期兩年 這種做法看似對房主有利 但實際上可能帶來更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內地目前還沒有全國範圍的個人破產制度 如果兩年後經濟和樓市沒有好轉 這些斷工者可能會陷入更糟糕的處境 他們可能會被列入老賴 即失訊被執行人名單 在出行、租房、就業等方面面臨諸多限制 甚至影響子女的升學和就業 更糟糕的是,這種狀況可能會持續多年 讓人感覺猶豫陷入無間地獄 那麼為什麼銀行會突然變得如此通情達利呢? 原因在於內地樓市持續低迷 銀主盤數量激增 截至去年底,全國銀主盤數量達到79.6萬套 而全年成交量只有22.4萬套 按這個速度,需要近四年才能消化這些庫存 面對如此多的燙手珊瑚 銀行不得不改變策略 畢竟銀行的主要業務是賺取離息差額 而不是充當房地產商 雖然深圳已經開始試點個人破產制度 但全國範圍內的制度還遠未建立 許多人認為有必要引入個人破產制度 但也有人擔心,這可能會鼓勵徒債行為 無論是香港的破產潮 還是內地的不准破產現象 都反映了當前經濟環境下個人財務管理的挑戰 這更時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和解決的重要議題 據大陸《紅星新聞》報導 陝西省安康市平黎原市民鄧女士的丈夫 於2018年4月30日病故 2020年11月,鄧女士首持丈夫的死亡證明 在中國農業銀行平黎芝行查詢到亡夫 遺留下的帳戶上有13萬多元 在她的要求下,銀行還開了查詢回執單 證明了這筆錢在該銀行帳戶上 根據銀行的規定 鄧女士若想取出亡夫的存款遺產 需要所有繼承人在公正處進行公正 於是鄧女士和兩個兒子以及亡夫的父母 於2020年12月23日 共同向當地公正處申請了繼承遺產公正書 之後鄧女士拿著公正書 再次來到中國農業銀行平黎芝行 本以為能取得這筆錢的她未能預言 她說銀行人員操作了一個多小時 就是取不出錢 當時我趕時間送小孩上學 就先去學校 後來她多次嘗試到該銀行都無法取出這筆錢 2021年12月17日 在簡化提取以僱存款人 小額存款業務賬戶預額查詢結果單據上 查詢到鄧女士的望夫共有四個賬戶 其中有個賬戶預額為133,900元 再次證實鄧女士網夫的賬戶遺產數目 簽字的經辦人為銀行職員王朝 2022年2月16日鄧女士再次前往平黎芝行取錢沒果 她決定過幾天到隔離的鎮平原芝行試試 結果是她提交的賬戶已經被銷戶 錢已被他人取走 鄧女士無奈告訴記者 我不明白為什麼錢會沒了 平黎園的農業銀行查詢咸會執單上 也有這筆錢 這幾年銀行的人一直說錢在賬上 公正機關也做過公正 那我望夫留下的錢到底去了哪裡? 從2020年至今鄧女士多次前往中國農業銀行平黎芝行交涉 有關負責人表示讓她走法律程序 她氣憤地說 當初幫我辦業務的人是王朝 還跟我說她個人給我2000元看得不得? 我要的是真相,我要還我一個公道 不久前的6月26日深夜 王朝和兩名男子前往鄧女士家 多次敲門表示要協商處理此事 鄧女士告訴記者深夜11點多 這三人來我家敲門 還嚇我說會死在家門口 我孤兒寡冒敢不敢開門? 我要找的是銀行 和她個人沒有關係 她也幫我解決不了問題 6月27日 紅星新聞記者致電王朝 但始終沒有人接聽 跟著記者致電中國農業銀行 平黎芝行副行長高昌 對方表示此事已由上級安康分行處理 6月28日 中國農業銀行安康分行辦公室負責人高中林 告訴紅星記者 此事是銀行工作人員的失誤 正在處理 她將金額看錯後幫儲戶填了上去 我們正在於儲戶家屬溝通 給客戶進行解釋 她表示鄧女士網夫的帳戶上 並沒有那麼多錢 具體金額涉及顧客隱私 不便透露 至於帳戶為何會被註銷 她沒有具體答覆 但據鄧女士出事的銀行查詢結果 單據上就是133,900元 這個銀行職員也會搞錯 並且會多次搞錯 銀行負責人的這個解釋太牽強了 據目前的形勢看 鄧女士是取不到亡夫留下的這筆遺產了 心中通道6月30日開通 不過開通首日就出現大煞車 一名專門從香港來體驗首班巴士的香港大叔 搭乘行3點40分出發的車 沒想到花了4個多小時才抵達 原本計劃遊吃遊玩的他 一下車就準備搭巴士再回深圳 大叔激氣表示 我人生勞不熟 我現在都不知道怎樣回香港 我都不知道你們搞成這樣 我現在都沒吃啊 我現在不想說話 香港01報道稱 不少乘搭同一班車的乘客 也跟那位大叔一樣 預計稍作休息後就回到深圳 其中黃大姐兩天前就買好通車當日的車票 他帶了6個家人一起同行 原本預計搭下午3點出發的車 4點左右就到中山 下午可以在中山逛逛並品嘗美食 然後搭晚上9點30分的尾班車回深圳 沒想到塞車塞了那麼久 黃大姐直言體驗不太好 因為政府管制塞了很久 深中通道建設不就是為了提速嗎 這個提速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黃大姐認為既然是開通首日 需要有更好的規劃 之後不少港媒報導稱 造成深中通道大塞車的元兇 在途中有不少車主望顧深中通道 定命全程不能停車拍攝風景的規定 違規停在路邊拍日落 從微博上流傳出的多張誇張違規照片可見 有人甚至將車停在應急車道上 並坐在路形椅上飲著飲品享受風景 對此不少網民認為這些人太武功得心 有網民表示 什麼的制度和社會鮮養成這樣的國民 另有網民質疑 奇怪的是公路上完全沒有人執法 還有網民質疑 路肩停車會造成大塞車 或是轉移設計及規劃失當的時線 首度挑戰台語作品 就納下大35屆金曲獎 最佳台語專輯的歌手巴內 近日上台發表得獎感現時 提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引發網絡一陣議論 出生台灣台南的原住民歌手巴內 多年來一直為台灣原住民爭取合法權益 而積極參加社會運動 今次他上台支持時說 台灣有很多不一樣的文化、族群 大家在這個苦難道都過得很辛苦 有時候管理台灣政府的是民進黨人 有時候管理者是國民黨人 但是今天晚上也請你們一定要記得 金曲獎35年你們知道嗎? 天安門事件也是剛好35年 我們都不要忘記台灣加油 此話一出 有關金曲獎立即衝上大陸微博熱手大一名 不少網友奴批又在此危險發現 但隻字不提六四天安門 不過隨後金曲獎突然從熱手綁消失 巴內也疑似成為金詞 但錄音樂平台也似乎找不到他的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金曲獎頒獎典禮結束後 巴內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民主的道路漫長而崎嶇 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否會被更大的勢力欺負 我之所以在台上提到 是因為台灣的民主是一個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珍惜的過程 我們的自由和言論自由需要我們來守護 目前雖然大35屆金曲獎已經落幕 但不難看出民間爭議仍在持續發酵 1989年6月4日黎明前 中共軍隊的坦克開進北京天安門廣場 鎮壓學生和市民持續訴訟的民主示威活動 中共政府從未公佈過當時血腥鎮壓的死亡人數 但人權組織和目擊者稱死亡人數可能高達數千人 今年六四前夕 中國機密文件疑似洩露 內容顯示當時有超過3萬人死亡 目前在中國大陸公開討論六四屬於禁忌 但在台灣大家可以自由談論這件歷史事件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給個like我、share出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下期節目再見 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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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